抗原呈现细胞 它把坏人吞了之后 把坏人可思病人的特征 在细胞里面处理之后 然后把它粘在头上 好 那我是专一性防御 我要跟抗原进行专一性的结合 如果这个抗原是波浪媒的话 那我是不是要能够专门的认波浪媒 对不对 那我能够专门的认波浪媒 所以这个能够帮助我专门的来认某一个marker 跟它进行专一性结合的东西 这叫什么 这叫受体吗 是不是 T细胞受体 不管是抗原呈现细胞还是目标细胞 请问 它的这个抗原 它的这个波浪媒 都是直接粘在自己的细胞上吗 抗原呈现细胞 把抗原呈现给hoker 还有这个杀手T细胞 它来跟目标细胞进行专一性结合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吞了具有波浪媒特征的坏人的自己人 被具有波浪媒特征给欺负了的自己人 懂我的意思吗 被具有波浪媒特征的坏人给欺负了的自己人 都有跟上 那你没有没有发现 如果它不是我们的细胞 它当然就没有那个ID 对不对 它当然就没有那一朵花 请问什么是那一朵花 什么是识别症 MHC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把这个欺负我的坏人 我把这个坏人的特征 我把它呈现出来 我可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会拿一个托盘 用这个托盘装着 然后呈现给你看 这个托盘就是用来展现我是自己人 我可是自己人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我刚刚有没有开玩笑说 会把波浪媒粘在那朵花上面 会把波浪媒粘在识别症上面 MHC 就是那一朵花 就是识别症 这样OK吗 不管是这个Killer或者是Helker T-cell 我要过去跟你进行专一性的结合之后 我除了认你有没有波浪媒这个特征之外 其实我还要认你是不是自己人 我还要看你的ID先 对不对 我要看你是不是自己人 然后是哪一种身份的自己人 所以我要看你的ID 对不对 这个ID看一下 那自己人 是不是就把它打爆 对不对 看一下你的ID 蛤 这是 你也是警察啊 哦 原来你是爱情人弟弟啊 OKOK 那没问题 那就不用把它打爆 还称赞你家打爆 对不对